凭借电视剧《白色巨塔》而迅速走红的台湾艺人许安安 6月24号在完成内地电视剧《乱世豪门》的拍摄工作后 返回台湾和大家分享在内地拍戏的过程 这是一个在1895年的历史剧 那它叫《乱世豪门》 它是讲家午战争那个时候战乱的故事 那里面有一些就是跟历史非常关切的东西 然后人物都是照考究来然后去写剧本的 那我在里面是饰演一个虚拟的大家庭 那我是在王家里面演一个丫鬟 那王家一定会有老爷啊夫人少爷家丁 然后还有千金跟丫鬟 那通常这种故事一定都是老爷喜欢丫鬟啊 少爷喜欢丫鬟啊 那千金一定就配家丁嘛 在这部以战争为背景描写大家族的爱恨情仇的戏中 许安安扮演的这个角色还真是让她吃了不少苦头 那我在里面是饰演一个比较悲剧的角色 那在里面就是会遭遇到很多就是大家庭里面的那些爱恨情仇啊 但是你又要忍着 那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轮暴强暴 甚至是战乱时候遇到一些不堪的事情 比如说也会有一些像以前猛假的妓女户啊 或者是在战乱之后你要怎么去克服 但是我比较属于是比较代表是独立的台湾女性这样子 当谈到生活中的性骚扰事件时 许安安大胆讲出不少的真实经历 性骚扰啊 有啊以前曾经在中华路上 被很多那种老卑卑骚扰 那时候年纪还很小还不懂什么是 什么叫做真的性骚扰的时候 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 要不然就是可能会在一些club啊 然后你可能就是女生啊爱漂亮嘛 喜欢出去玩的时候一定会打扮得美美的去 那那时候你就会常遇到一些 你很让你想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会有一些韩国男生啊 就突然跑到你面前 找张开开开始跳舞 然后跟你示爱这样子之类的 然后但是你怎么逃也逃不掉 或者是电话会一直打一直打这样子